欢迎收看本期的点到为止 房内的任何结构是不能被破坏的 问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人从A房间进入B房间 取得钥匙之后再打开房门离开呢 刚才那道用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案 知道的呢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 真不知道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题啊不止一种解法 欢迎来到侦探爱丽丝的罪恶奇经 哈喽大家好啊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本小说 是由独克文化出版的日本推理小说 爱丽丝罪恶奇经 故名思义 爱丽丝罪恶奇经这个故事的原型 来自于大名鼎鼎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作者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梦游仙境出版于1865年 由著名插画家约翰坦尼尔 为小说绘制插图 这个讲述小女孩爱丽丝 跟随一只兔子进入奇幻国度的冒险故事 一经问世就火遍了全世界 维多利亚女王就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 就连宣统皇帝溥仪 也曾被外教老师庄士敦带入了坑 所以爱丽丝梦游仙境自出版到现在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 依旧有源源不断的新读者 孩子们沉迷于兔子洞里 那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 而成年人则最亲于刘易斯在故事内外留下的各种语题 刘易斯卡罗尔作为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数学家 一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传奇 不管是故事外 他与小说主角同名的女孩爱丽丝的故事 还是在小说里面暗藏的荒诞与讽刺 这些都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解读空间 起今为止对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致敬 引诱改编 解构的作品层出不穷 而这本《爱丽丝罪恶奇境》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是原著的 那你一定会在书中找到一些不少的原著细节和彩蛋 那如果你是推理迷 那算来着了 这本书的作者 是早板令 提起早板令这个名字 相信很多老观众 这个时候弹幕已经变颜色了 在这里我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观众解释一下 日本作家早板令 在国内被推理迷所熟知 是因为它的《尚木荔枝》系列 这个系列中最著名的呢 就是《彩虹牙刷》 正是因为这个系列 在众多的推理小说类型中 就多了一个 色色推理 对 就是那个把色色的事情和推理 结合在一起的推理小说 《尚木荔枝》系列最大的特色 就是特色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正经点说 早板令虽然在推理小说中加入了18禁的元素 但它却将承认内容与逻辑推理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我当初慕名去看的时候就发出了 卧槽 这也可以 原以为就是一本以搞黄色为血头的小说 没想到最终还是被里面精彩的推理所折服了 哎不对 我当初就是奔着看一本精彩的推理小说才去看这本书的 真的 其实打开早板令的作品列表 我们就会发现它还有其他系列的作品 《尚木荔枝》这个系列 是它唯一有色色元素的系列 而打开早板令在2015年的一篇采访 我们就会发现 它最早能想到把色色和推理进行结合 只是它与朋友聊天时 蹦出的一个脑洞 这或许才是早板令最厉害的地方 它每一个系列作品都有一些新奇的元素 这些元素不只是作品的天头 而是把设定和逻辑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再加上草蛇灰线的伏笔设计 还有早板令最擅长的叙述性轨迹 这些加在一块 使它的故事到最后都会出现惊人的大反转 这本《爱丽丝最有其境》就是其中之一 而它也是早板令迄今为止 所有系列中评分最高的作品 在《爱丽丝墨游仙境》的原著中 爱丽丝掉进兔子洞之后 第一个进入的就是一间有很多门的房间 房间中央的桌上摆着一把钥匙 但这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扇小门 就在爱丽丝围栏的时候 她看到桌上还放着一瓶药水 上面写着 和我 老实人想也没想 顿顿顿就是几口 嘿 您猜怎么着 爱丽丝的身体变小了 但钥匙往桌上了 之后 爱丽丝在桌下面又发现了一个盒子 盒子里有一块蛋糕 上面写着吃我 幸运的是 吃了蛋糕的爱丽丝真的变大了 不幸的是 大大发了 她的身子塞满了整个房间 彻底卡死 之后爱丽丝怎么脱困 我们按下步标 且说回这本推理小说 这本书里的爱丽丝 也是从一个房间里醒来 不同的是 这里的药水和蛋糕 换成了果汁和饼干 她要面对的 就是视频开始 大家看到的那道题 门呢 只有一扇 但钥匙在隔壁房间 想拿到钥匙 就只能喝变小果汁 经过小门 可一旦变小 桌上的钥匙 不就拿不到了吗 这里可能就有朋友要说了 变小果汁和变大饼干 不是无限供应的吗 而且饼干是可以带到隔壁的 那么在喝果汁之前 拿走一块饼干 再带到隔壁吃下去 变大不就可以拿到钥匙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试试就会发现 你发不了那么长的弹幕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试试就会发现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拿到钥匙 但怎么回去呢 钥匙是不能带过去的呀 而且房间是无法破坏的 人呢 也就只有 小 又回到了正常大小 跟着他又吃了一口饼干 身子就填满了整个房间 到目前为止 这位侦探爱丽丝的动作 和原助理一模一样 不疼的是 原助理的爱丽丝 这时候已经急哭了 而我们这位侦探 却讲到了逃脱的办法 他先从容地喝了一口果汁 变回了正常大小 然后 操操作就开始了 他拿起装了饼干的盒子 走到了门边 然后把饼干 放到了钥匙孔的下面 大家知道他要干嘛了吗 是的 他准备卡巴格 规则里说了 饼干和果汁是不限量的 也就是说 拿出一块饼干 盒子里就会变出一个饼干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些饼干 足以在门下 搭出一个楼梯 直通钥匙孔 做完这些 侦探爱丽丝 只需要再喝一口果汁 让自己变小 就可以顺着楼梯饼干 爬到钥匙孔 钻出房间 而为了确保缩小的自己 从钥匙孔跳出去的时候 不被摔死 他只需要再跳出去的一瞬间 再吃一口饼干 就可以回到正常大小 平稳落地 成功 逃出密室 怎么样 这操作够烧吧 事实上 援助中的爱丽丝 同样也没有通过钥匙 离开房间 而是在自己变大之后 大哭了一场 眼泪在房间里 积成了小河 之后再次变小了爱丽丝 顺着眼泪 被冲出了房外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爱丽丝 才算正式踏上了 奇幻国度的冒险 之后她顺流而下 遇到了泡在水里的老鼠 还有已经灭绝的肚肚鸟 上岸后 为了寻找变回正常大小的办法 去了白兔先生的家 结果撑爆了她家的房子 在蘑菇林里 遇到抽水样的毛豹虫 获得了吃左边能变大 吃右边能变小的蘑菇 跟着 她又去了充满胡椒味的公爵夫人的家 替她照顾孩子 却不想孩子变成了一头猪 她还参加了风暴剑的茶话会 被这个疯疯癫癫的人提问 为什么乌鸦向写字台 这些天马行空几乎没有什么章法逻辑的故事 在爱丽丝罪恶其境里 就成了逻辑自洽的推理题 早买令把爱丽丝梦游仙境 和续作《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相结合 为侦探爱丽丝构建了三个谜题 一 公爵夫人家里充满了胡椒味 她为自己买了一只小猪 当自己的孩子抚养 可现在这只小猪却被人抱走了 问 公爵夫人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小猪又去了哪里 二 爱丽丝参加了风帽将以解谜为主的茶话会 可在茶话会档间 风帽将却被人杀死在了房间里 现场只留下了一句 为什么乌鸦向写字台 问 是谁杀死的风帽将 那句死亡留言又是什么意思 三 红星皇后城堡的城墙上有一颗蛋 爱丽丝亲眼目睹的这颗蛋 消失在了自己的眼前 随后 扑克牌士兵在城墙下发现了摔坏的蛋 已知 做出这一切的凶手 就在当时和爱丽丝同行的人当中 问这个人是谁 又是怎么做到的 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信啊 这些谜题看似脑洞大开 但实际上都是早版令结合了原著和故事混搭而成 就连这些谜题的解答 都是在爱丽丝没有先进的故事里有迹可循的 毫无悬念的是侦探爱丽丝都顺顺利利的将这些难题一一破解 而在此时不论是小女孩爱丽丝还是侦探爱丽丝 她们的冒险旅程都迎来了高潮戏份 那就是红星皇后的谜题 爱丽丝来到了红星皇后的城堡 但是红星皇后是一个性侵残暴 一言不合就把人拖出去砍头的女人 她的扑克牌士兵惧怕她 因为皇后不喜欢白玫瑰 所以士兵们连夜将她们用漆涂成了红玫瑰 而就因为丢了一个草莓馅饼 红星皇后就把所有人召集在了一起举行审判 站在真人席的爱丽丝 男人红星皇后的暴行与她对峙起来 争执间爱丽丝身体突然变大 奇幻国度的居民吓得四三奔逃 就在这时爱丽丝猛地惊醒了 才发现之前的冒险都是自己在树下做的一场梦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但我们的侦探爱丽丝又经历了什么呢 她同样来到了红星皇后的城堡 见到了刷玫瑰的士兵 只不过这次她是被抓进来的 因为红星皇后没有子女 所以她疯狂地在民间搜罗小孩 将他们关在自己的红星城堡的地牢里 年幼的爱丽丝就正好成为了她的目标 爱丽丝被关了起来 地牢的结构很奇怪 四面陡峭无法攀爬 只有在很高的地方有一扇窗户 唯一能看到外面的就是这里有一道玻璃墙 这是变态皇后观赏猎物所设计的 无计可视的爱丽丝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这个牢房里 可就在当天晚上 爱丽丝看到了士兵红星九 拿着刀砍掉了红星皇后的脑袋 红星皇后被人杀了的事情举国轰动 爱丽丝作为目击者被带上了这人席 她将迎来她的最后一道谜题 是谁杀了红星皇后 诶 这里就有朋友要说了 这不废话吗 爱丽丝不是亲眼见到了红星九杀人吗 这有啥好推理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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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丽丝确实看到了杀人的是红星九 但红星九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且还有人作证 这是做我们的回事 其实这个推理很简单 如果爱丽丝没有看错的话 那么就只有两种结果 第一是红星九用了什么轨迹 制造了不在场证明 第二就是有人伪装成了红星九 还记得刷玫瑰用的红牛漆吗 这是十张带有点数的红星扑克牌 要想伪装成红星九 只需要在上面添加点数就行了 而要完美的扣子红星九 排中心有红星的扑克牌 就可以排除了 因为他们就算画上了红星 也会传帮的 所以凶手就在这些牌当中 就这样 爱丽丝通过排除法 一一弄清楚了这些红星牌 当晚的不在场证明 最终将真正的凶手 神之以法 至此 五个谜题完美解决 打卡下门 冷吗 听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之前的案件都有和小说完美的结合 到这里 就这样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早版令的几个特点吗 脑洞 伏笔 还有叙述式轨迹 是的 故事发展到这里 嫌疑牌确实被揪了出来 可反转来了 这张牌根本就没有伪装过红星九 真正的凶手 另有棋牌 问题来了 如果伪装成红星九的手法不存在 那爱丽丝为什么还要提供这样的证词和推理呢 难不成 她在说谎 是之前的推理都是爱丽丝编出来的 因为她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可她不是被困在了地牢里出不来吗 还记得原助理爱丽丝最后怎么了吗 她变大了 视频开头我就说过关于第一道逃出密室的题 有两种解法 第一种爱丽丝已经用过了 那么第二种在原文中白兔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 为什么要多花半天时间呢 因为果汁和饼干都有要效 失效的时间都是半天 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抵消 而是别罢了 所以在第一关爱丽丝只需要先喝一口果汁变小 等几分钟之后 吃饼干变回正常大小 再喝果汁变小 这样一来 她便可以穿过老鼠洞来到另一个房间 然后静静地等上半天的时间 等到第一口变小果汁的药效过去之后 就会轮到变大饼干起作用 爱丽丝就可以变成正常大小 拿到桌上的钥匙 再过一段时间 变大效果消失 变小起作用 她便可以拿着钥匙返回房间 最后等到果汁的效果也没了 她就可以拿着钥匙 取开门 离开房间了 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 爱丽丝会用一种 简单粗暴的方式离开了房间 而她那时还并不知道 自己吃的东西还有别buff的功能 直到她被关进地牢的夜里 那时候半天的时间刚好过去了 她的身子突然变大 跟着又恢复了正常 她便立刻明白了这个道理 按照顺序 没多久她又会变成个巨人 而那时候 她便可以利用这个效果 离开地牢 去杀掉红星皇后 再顺着楼梯返回地牢 为自己制造出一个绝对不可能犯罪的假象 这些伏笔 早版令早就在故事的第一章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只不过大家以为就这么结束了 援助中 爱丽丝最后从梦中醒而过来 而咱们的侦探爱丽丝差不多也该醒了 确切地说是游戏该结束了 是的 这一切并不是爱丽丝的梦境 而是一次推理游戏体验 体验者就是年仅十岁的推理迷爱丽丝 她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戴着VR眼镜感受到的 那只把她带进游戏世界的白兔先生 其实是现实中的游戏主持人 爱丽丝有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和父亲一样的灵侦探 但是如果这是一场解密游戏 为什么最后侦探会变成凶手 而爱丽丝为什么会在最后谋生了杀掉红星皇后的想法呢 嘿嘿 你们以为我就这么容易点头为止吗 这本书其实还有好几个大反转在等着你们呢 如果你好奇中间那几个谜题的解答是什么 或者想知道这个故事真正的解 去看小说吧 我呢就点到为止了 好了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一直被我放在这里这张卡片 是我的线上书店怪异藏书局 与读客文化首发爱丽丝罪恶奇境时配套制作的赠品 条件有限只印了500张 现在呢也都送完了 不过大家不必难搜 这500张藏书票我刻意留了10张给你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本期节目里我已经藏了一个谜题 找到这个谜题解开它 你就可以得到一本爱丽丝罪恶奇境原著小说 和怪异藏书局的限定藏书票 我是怪君 希望你们和我一样爱上推理 我们下次再见 过来吧 人们笑着谈论未来 明年跑去哪里去刷 他在等着他的回来 回到他说是温暖的家 所有对未来的畅想 所有对生活的幻想 所有梦都埋在了土 让我生活被刻在屏幕上 and my life